賽前全年戰績同樣是41勝 30敗的中信兄弟跟樂天桃園 在洲際棒球場展開系列賽Round 2 雙方分別派出羅傑斯跟卡本特 上演洋投對決 其中卡本特本季五度交手兄弟 交出四場優質先發 對戰防禦率更是只有1.93 但他今天想要延續對戰優勢 卻是力不從心 光是前兩局卡本特就丟出三次保送 兩度被攻占得點圈 雖然最後都順利解圍 但是來到三局下半 他還是擋不住猛向打線的強攻 先是第二棒的小可愛江坤宇 敲出中間方向穿越安打 接下來大師兄林志勝 再補上三游之間的穿越安打 近戰一二壘得點圈 這時候登場的許季宏表示 中間左邊都有人打過了 那我就來隻右半邊的穿越安打吧 Just like that 連續三隻安打串連 中信兄弟1比0先持得點 接著來到五局下半 黃山軍攻勢再起 大師兄敲出中間方向二壘安打之後 又靠著隊友滾地球掩護 上到三壘得分大門 兩出局之後 教練團決定換下前兩個打席 都被三陣的林書逸 換成老將周思奇上場代打 那這會不會變成神調度呢 答案是肯定的 面對卡本特這顆外角滑球 周董一棒撈成了中間方向的落地安打 送回淚上的師兄 幫助球隊再添一分保險分 而且樂天的噩夢還沒完 因為第六局兄弟持續輸出 一人出局滿壘局面又是林志勝 一支中外野的長打 一口氣打回兩分打點 搭配隨後許季宏 陳文傑接力敲安 兄弟單局靠著五支安打 一次保送跟一次失誤 吃下了一個五分大局 比數瞬間來到7比0 有了打線火力相挺 羅傑斯投起球來也是風生水起 此戰主投七局 只被敲出五支零星安打 另外還標出五次三陣 沒有失分 連續兩場比賽 繳出優質先發 而且兄弟打線不只在七八兩局 還持續有分數進贈 八局下半上場代打的蘇維達 更是炸裂了一發中間方向的洋春炮 用生涯第七支帶打全雷達 為球隊盡上天花 中場兄弟就是以11比0擊敗樂田桃園 終於結束了近期的四連敗 外地新聞綜合報導 和農民清晰地區 及到達的監視 藍館